大家好,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卸爪栏花卸之后一定要及时的修剪 而它的一些修剪方法还有修剪的原因我当时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么卸爪栏花卸之后修剪和不修剪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大家看我这三盆卸爪栏 当时它们花卸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这一盆的话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它的修剪视频 然后现在我们会发现它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基本上一个枝头都有两三个甚至是四五个新芽 长势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两盆的差别就非常大 这两盆我是没有经过修剪工作 这一盆到现在还没有冒出新叶出来 但是这一盆的话我们会发现虽然它是冒出了一些新叶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这个枝头上冒出来的新叶非常的少 而且只是在一些比较硬朗的叶片上的长新叶 像这种叶片相当于有点发软的叶片的话都没有长新叶 而我们会发现它底部这个叶片比较硬朗的话 底部的这个新叶长得非常的壮 而且我们会发现底部这个比较硬朗的叶片也长出了这个新芽 那些新芽特别的壮 相比较上面的这个新芽来说壮很多 像这三盆的话其实我的养护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都是给它在花谢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再来给它用肥 当时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了一点发酵复苏好的羊分 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作为这个积肥来使用 然后后期我再给它在页面或者盆土里面使用了一点这种畜生长型的这种高氮肥 来促进这个新芽生长但是这三盆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这个修剪工作 这一盆呢之前是修剪过了 所以现在新芽冒得非常的好 这两盆就有没有修剪 所以现在冒出来新芽特别少特别弱 甚至是不冒芽 所以啊谢爪南了花后修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它的修剪呢就是一定要把 残花还有残花底部的一些发软的叶片给剪掉 然后留下一些相对比较硬朗的叶片 这样后期它的长势才会更好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